平衡車現在有點歪歪了 不是走前走後 不是走左 是走右 我有新玩法 你所說的新玩法是甚麼呢 哦 將平衡車甩你 說出來都未必有人相信 阿泰只是玩了雙輪平衡車一兩個月 但竟然想出飄移的絕技 外國也有不少人嘗試用平衡車做飄移 但成功的人不多 有人試過在地道潑水潑油 亦都有人在雪地上嘗試 不過效果就不算那麼好 但正常過彎應該很咬地 為甚麼會做掉尾呢 哦 因為將它減低了摩擦力 這樣便會橫行走 原來方法很簡單 就是在車胎的表面 貼上魔術貼有毛毛的那一邊 雙輪平衡車的橫行能力 立即提升了很多 想偷師試玩 改車前要留意 這個改車方法 只是適用在膠地板上飄移 我們立即來一招高速飄移入彎 到底是怎樣做到的呢 處理方法跟汽車一樣 入彎的時候需要高速 入彎的時候 就在角度一路滑著去 滑著的時候在彎上 要保持著給速度去 不然就會不夠速去不到 再來是第二招 360度大回環 跳門又是甚麼呢 就是一路脫步的時候 一路給油 給油 一路保持著轉一個圈 很簡單而已 還有甚麼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最重要是平衡 車一路脫步的時候 你要先站穩 一路去的時候 一路站穩 有車 有車速的就要一路這樣去 話說回來 兩個輪子 一個輪子好玩 嘩 好重啊 劉儀呢 沒試過 要研究一下才知道 了 Perry 女 女 家 游 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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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